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代的年轻人 内心充满了各种困惑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是继续奋斗 还是躺平佛系 要继续奋斗 这个动力又何在呢? 应该是这个动力 但是我们公开 好,你有什么 送到呢 不是这个动力 就是这个动力 哦 那你呢 我们会知道 那些动力 是的 他在哪里 多么 我泽到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定的价值来支撑你 我只相信我自己 我要什么 你不要跟我谈外在的价值 意义 那么你要克服这种不确定 首先要怎么样 找到确定的自我 鲁迅 胡适和林语堂 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也是处于一个什么 清皇不接 旧的已经去了 新的还没有站立 当时年轻人是蛮彷徨 蛮苦梦的 五世时期有一个人物 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林先生 蒋梦林就讲 五世时期的青年心理 叫做事事要问做什么 也就是对于世事都取了一个什么 怀疑的态度 怀疑 当时烧音书馆有一本杂志 叫《学生杂志》 这个《学生杂志》里面讲 说旧道德破产了 新道德又不成建设 旧文化被鄙弃了 新文化又不能取之代 就在彷徨歧途中的学生 好像汪洋大海中的 一只无舵的孤舟 随风飘荡 前途茫茫 一语湖底 今后的学生 实在不容易做 你总是要在一种 不确定的年代里面 找到你人生的真的价值 真的意义 怎么找呢 在这个系列里面 我将给大家讲三个 民国重要的知识分子的领袖 这就是鲁迅 胡适和林语堂 鲁迅是激进的 左翼知识分子的领袖 他看透了人事 我也不对未来抱什么希望 但鲁迅依然在做绝望的抵抗 胡适内心里面是有理想的 他是愿意继续为他来奋斗的 林语堂是潇洒服系的民国的影视 在昏暗的现实面前 林语堂就说信躺平了 服系了 那么这三种姿态 恰恰是对 五世时期三种不同的人生姿态 那么哪一种更好呢 接下来我先来给大家谈一谈 至于呀 地区 校 响 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一般人想到鲁迅 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写文章很犀利 而且喜欢和人论赞 所以网络上有些小伙伴 就给鲁迅起了个外号 叫周怼人 所以鲁迅叫一生都在和别人论赞 叫是怼天怼地怼空气 的确 鲁迅先生一生 特别是他的后半生 基本上在和人论赞 他和大闪文家梁石秋论赞 梁石秋这张嘴也很厉害 那么鲁迅说 梁石秋 你就是一个资本家的发走狗 所以你看 鲁迅这张嘴够厉害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鲁迅这么犀利 这么尖刻呢 一个人的一生 他的性格 大部分是被他的童年 童年的经历所决定的 我们只要了解鲁迅的童年 你马上就会明白 为什么鲁迅就是这样一个 怼天怼地 怼空气的性格 如果你去过绍兴 你就会知道 鲁迅的家里 当年可治绍兴成立 数一数二的大夫人家 因为他祖父是当大官的 那个是学政考官 每一次科举考试 这个考举人 那么他祖父都是考官 所以势力很大 最后众举的那些学生们 都奉他为作师 那你想 他在官场有多大的势力 所以祖父很威风 鲁迅当年在家族里面是 长房长孙 所以小鲁迅一出门 邻居马上围上来 还有把杆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 马上来拍马屁 哎呀 少爷吃过饭了吗 少爷不要着凉哦 那是当时最风光的时候 结果 有一年 祖父因为卷入了一场 磕厂作弊案 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每年秋天 家里都要变卖各种的金银戏软 去打点刑部的官员 保住祖父的命 然后呢 鲁迅的父亲又生了重病 天天躺在床上吃药 这一下 家里的氛围就变了 鲁迅少年的时候 他后来回忆说 经常做的事就是 拿了家里的戏软 跑到当铺去典当 换一些银员 当铺的伙计是很四例的 通常会给鲁迅一个白眼 第二个呢 就是买药 买药 当时这个绍兴城里 有一个中医 开出来的药方啊 奇奇怪怪 比如说 秋后的蟋蟀一对 原配 那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伦啊 就去抓蟋蟀啊 抓到了蟋蟀 一个还不行 必须同时抓到 一看 是不是一公一母 还必须原配 这才能作为药引子 结果父亲吃了这个中医的药 还是去世了 所以后来鲁迅就觉得 他一辈子不相信中医 那么有各种这样的经历啊 鲁迅童年的时候 就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什么 心理创伤 鲁迅后来讲了一句很沉痛的话 有谁从小康人家 而堕入困顿的吗 我以为在这奇路中 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这话是说的很沉痛的 所以鲁迅很少的时候 他更多的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人心中的阴暗的一面 童年的经历 给他有很多的伤害 所以他一直有一种什么 一种不安全感 因为父亲被用医耽误了病情 去世了 所以鲁迅后来得到公非留学 去日本 首先决定学什么 学医 他觉得要通过学医 来改变中国人 被外国嘲笑叫东亚病夫 后来他就去了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那么这段历史大家都不陌生 是吧 那么鲁迅在留学期间 那个时候同盟会在东京闹革命 他也曾经去听过孙中山的演讲 但孙中山满口广东话听不懂 他只听懂哎呀一声 后来光复会 也是晚清的一个革命团体 光复会大部分都是浙江人 鲁迅的同乡 光复会也找到鲁迅 说我们希望你加入暗杀团 那鲁迅就问了 要我参加暗杀团 如果我死了以后 谁来养我的老母亲啊 暗杀团一听 哇这个人太落后 思想太落后 算了 所以鲁迅呢 当时在日本的时候 并没有参加革命 他的心思也不在学艺上 主要是什么 和周作人啊 一起办杂志搞翻译 写文章 那么他的成绩 在班级里面 一共142个人 他排名68 但是有些日本同学就不干了 因为那些日本同学 比他成绩更烂 他们对中国有种歧视 觉得这个支那人 怎么可能考及格呢 那一定是老师 唐叶先生偷提给他 然后要去查 所以鲁迅先生 就在日本 也受到了一种刺激 再加上大家都很熟悉的 有一次看那个新闻片 这个看日本人啊 这个看中国同胞的脑袋 中国同胞在那里啊 就是很高兴的看沙头 然后日本同学看了以后 哈哈大笑 然后这些事情 最后让鲁迅决定退学 退学 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以后呢 先是担任绍兴的 这个师范专科学校的校长 然后因为他是长方长成啊 要担负全家的生计啊 后来有了一个机会 那死心害革命以后了 就到北京教育部呢 担任科长 这个科长当时管的还蛮多的 当时全国的图书馆 美术馆 博物馆 都是归鲁迅馆的 但是呢 说是馆也没啥事 所以他每天上班啊 就泡湖开水 看看报纸 晚上回家以后呢 就操操背贴 看看古书 心里面呢 是很消沉的 那么直到后来 他的有一个朋友 叫钱学童 到他家里来 请他出山 一到参加启蒙运动 鲁迅士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就写了 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 狂人日记 那是一夜报的大名啊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一员大将 一般人大家公认 鲁迅最好的小说是 阿Q正传 那是他在世的时候 已经翻译成十几国的文字 鲁迅就成为世界大文豪了 但是鲁迅啊 自己最喜欢的 偏偏是什么 是孔一级 孔一级故事大家都知道啊 是吧 这是一个落魄文人啊 穿着长衫 但是失业 这一枚的观作 也不学做更多实实在在的小吃 只能在贤狠酒店啊 那个 买回香豆 是吧 然后小孩子围上来 啊 说多负债 不对 这就是那个落魄文人 那是很深刻的 很深刻的 鲁迅当然在五四的时候 他因为吃主了传统的苦头 所以他也觉得说要全盘反传统 因为他不是借狂人的口说 看遍了中国古书 最后从古书背后只看到两个字 吃人 这个吃人就是意思说 礼教吃人 传统吃人 所以他后来有不少报纸啊 采访他 要他给青年人看书单 鲁迅总是说 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 那当然了 这个态度呢 是有点偏激 那么这和鲁迅早年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但是鲁迅很有意思 差不多到了1925年左右啊 这个大文豪的心思 主要不是在写小说 写战文 而是开始怎么样 怼天怼地怼空气 一个战士的形象出现了 那么他的敌人是谁呢 竟然是一批留学回来的海归 武士新化运动当中 大家都知道 新青年杂志 是起了一个核心的启蒙的作用 但是后来成都秀啊 就把新青年搬到了上海 成为了中共的机关刊物 那么留在北京的那些 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们 那些北京的教授们啊 就开始分化了 那么这个分化呢 就他们各自办了两个杂志 一个叫语师 那么像鲁迅 周作人 前学童 还有那个林语堂 他们都是语师派 另外呢 叫现代评论 现代评论呢 主要是胡适为精神领袖 主要是国外回来的一批海归 所以用今天的话说 一波是什么 土鳖 还有一波呢 是海归 这就形成了两派人 那么这两派人啊 过去我们总是说 他们政治立场不一样 因为现代评论派呢 比较多的是自由派 鲁迅他们呢 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 政治立场是一个因素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的文化气质 不一样 简单的说 现代评论派是帮绅士 而语师派呢 是一帮民士 文化气质完全不搭掉 为什么不搭掉呢 鲁迅当年就嘲笑 现代评论派这些西洋留学生说 你们是特殊的知识阶级 鲁迅说啊 有一帮人从外国留学回来 自称知识阶级 以为中国没有他们 好像像灭亡似的 太看得起自己了 但是鲁迅很瞧不起他们 说你们这帮人啊 实际上未必在国外 好好读过书 只是关起门来啊 蹲牛肉 你要蹲牛肉 在中国就可以 何必路远迢迢 跑到国外去蹲牛肉呢 所以鲁迅就嘲笑说 我一看到回国的学者 头两年穿着洋装 后来呢 赶穿皮袍 昂首酷步而走 我总是怀疑啊 他在国外是 亲手蹲过几年牛肉的人物 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 连佛脚都未必肯报 因为他就讽刺啊 很多国外留学读书的人 实际上也没好好读书 就像前中书围城里面 写的方红件一样 是吧 这个临时报佛脚考试都不愿意 最后怎么样 买了一个克莱根大学的文凭 回来来混日子 这是鲁迅 看不起海归 那么海归回来的现代评论派 也看不惯语诗派 一种中国的民事气 认为他们 第一 没啥学历 第二 未必有学问 说 你们这些人的水准 不在文学水平线之上 我懒得搭理你们 甚至现代评论派的主编 那是英国回来的 这个人叫陈希尹 还诬陷鲁迅 说鲁迅写过一本 中国小说史略 说鲁迅是抄袭了日本的学者 严谷恩的 这当然是一个大冤案 后来胡适是为鲁迅辩污的 但这下两篇怎么样 那就干上了 而且这个陈希尹 还嘲笑鲁迅和周作仁 说这两个周子兄弟 绍兴人 都有行民师爷的坏脾气 因为绍兴出师爷 师爷这只笔是很厉害的 那张嘴也很厉害 说鲁迅呢 是一个做了十几年官的 行民师爷 因为鲁迅在教育部做官嘛 而周作仁当时 北大教授说是没有做过官的行民师爷 所以两边怼得一塌糊涂 但是这个怼啊 当时最大的冲突点 是两个重要的事件 第一个事件呢 是女师大事件 女师大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当时北京有一个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就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来了一个新校长 是女的 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叫杨阴宇 是著名作家杨将的姑妈 那个杨阴宇啊 虽然在美国读书 但是脑子还是比较保守 他就看不惯当时女师大的这些学生们 那些都是新女性啊 那么学生的自治会的会长 就是徐广平 所以两边就闹上了 女学生呢要把杨阴宇赶走 那么杨阴宇就在教育部长支持下 这个雇佣来帮老妈子 要把女学生从学校里面拖走 那么这样一来 现代评论和女师就发生了分析 现代评论呢是支持杨阴宇的 觉得女学生闹得太不像话了 而陆训 陆训当然站在学生这边 在鸡蛋与高强之间 陆训是永远站在弱势的鸡蛋这边的 那么两边就盖上了 那么与师和现代评论派的争论 有一个焦点很有意思 就说用今天的话说 到底是真小人好呢 还是伪君子好 那么在鲁迅他们这些民事看来 你们这些现代评论派 哎呀这些讲文明啊讲规则啊 这些彬彬有礼的绅士们 不过是装枪做事的伪君子 但是从另外一个阵营 那些绅士看来呢 你们这帮 鲁迅啊 周作人啊 林玉堂这些人啊 说是有性情 但是是一帮咄咄逼人的真小人 而且这个程锡尹还骂鲁迅 说鲁迅就是中国的土匪 你看两边是势不两立 那么对鲁迅来说 他最鄙视的就是现代评论派 装成一副真能君子 一套伪道学 实际上呢 在鲁迅看来 你们是缺乏真的生命 和真的见解 装 所以鲁迅啊 就很刻读地批评说 你们这些人 只要不再串戏 不要再把臭甲子 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 不要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 将你们的宫里的旗 插到凤车上去 将你们的圣氏衣服 抛到臭的毛车里去 除下假面具 车条条地站出来 说几句真话好不好 所以鲁迅是很尖刻 他看不惯这些 他认为的伪君子 在女士大事件里面 他觉得现代评论派太装了 那么第二个事件 就是318产案 就是1926年 当时北京的一些学生 市民到段祺瑞政府 面前去请愿 结果竟然段祺瑞的卫队 冒天下是大不为开枪 打死了好几个学生和市民 这是震撼全国的318产案 那么鲁迅就写了我们都很熟悉的 那个 季艳流合真军 那么现代评论呢 当时的态度是 各打五十大板 说开枪固然不对 但是这个学生啊 在这个激进势力的煽动之下 去闹事呢 也不对 那这下鲁迅就关火了 就痛批现代评论派虚伪 说你们和官场和军阀 有千丝万里的暧昧联系 是吧 表面是公正 实际上呢 却是在为军阀和官僚辩护帮将 他称之为叫做帮贤文人 帮贤文人和帮忙文人 是有点小区别 帮忙是拿钱的 帮贤是不拿钱自干物 这是帮贤 所以鲁迅就讽刺陈西尹 说你们这些生智是什么 哈帕狗 虽然是狗 却很像猫 这忠 公容 调和 凭正 奇状可举 还悠悠然地摆出个无不偏激 唯独自己得了忠庸之道的脸 所以你看鲁迅的讽刺的笔 那是很厉害 那还不够 接下来他又说 他说 因此哈帕狗为阔人 太监 太太 小姐所钟爱 哈帕狗的种子是绵绵不绝 他的事业只是以灵力的皮毛获得贵人的豢养 或者中外的娘们上街的时候 脖子上甩了一根细帘子 让哈帕狗跟在脚后跟 所以鲁迅以这样的笔法来描述了他当时所痛恨的那些绅士的嘴脸 那么这是鲁迅人生第一次 也是影响最大 时间持续最长的一场论战 差不多经历了两年 所以他从此胜瘾了 都是不断地论战论战再论战 而且所向披靡 而且鲁迅还有个性格叫 痛打骆衰狗 我绝不宽恕 现在评论派当然不是鲁迅的对手了 当时林语堂就劝鲁迅说 算了我们讲Fair Pree 是吧 公平竞争 不要痛打骆衰狗 鲁迅不肯 说如果你对骆衰狗行宽恕之道 这个骆衰狗从河上爬上来 他浑身一斗 溅了你一身的水 这不行 必须拿一个桌杆 在水中对骆衰狗痛而打之 所以这是鲁迅的性格 因为鲁迅太能怼了 这个怼背后不是无聊 是鲁迅身上有一种什么 硬骨头的精神 毛泽东就很欣赏鲁迅的骨气 毛泽东讲过句话说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后 国民党搞一党专政压制人权 当时国母宋庆龄 再加上国民党元老 蔡元培再加上鲁迅 他们这些人组织了一个叫 民营权保障同盟 当时就是救援那些 因为人权被国民党抓去的 中外的进步人士 那么老蒋介石非常恨 但是对国母对蔡元培 无可奈何 就先派特务头子戴利 把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 杨幸福给自杀 那么消息传来 当时传说 黑名单上的第二个人物是鲁迅 鲁迅好委屈 那天杨幸福出兵 鲁迅是故意不带钥匙 准备是壮士一去不复返 当然了 鲁迅当时是国际大文豪 国民党也不敢轻易下手 鲁迅回来以后 那几天 你不是要杀我吗 他每天吃完晚饭以后 故意到附近的马路走两圈 看你敢不敢 这就是鲁迅身上的傲骨 但是鲁迅性格当中也有另外一些面 比如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 财恩培是担任教育部长 那个时候叫大学院 财恩培当时开了一个名单 资助一些大作家大学者 让他们能够安心地搞研究写小说 鲁迅也在名单里面 所以每个业有三百大洋 那是很多的钱 一个教授也不过三百大洋 那么这笔钱是国民党政府的钱 鲁迅也笑纳了 当然他也知道 这笔钱拿了也未必光彩 所以日记里面是用记号记的 一共拿了四年 但是鲁迅性格就是这样 拿归拿 骂归骂 人家是吃了人家的嘴软 鲁迅照样嘴还是很硬 该批评的还是批评 该怼的时候还是怼 那么鲁迅最可贵的 不仅是对别人 那不稀奇 更重要的鲁迅也是怼自己 为什么要怼自己呢 因为他发现 传统是黑暗的 但是这个传统不在外面 这个传统也在自己身上 他说 我自己身上也有传统的毒气和鬼气 鲁迅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解剖自己 言语解剖别人 甚至他说 我就是一个终结物 我的使命就是扛住黑暗的闸门 让年轻人通过 让他们到自由的天地里面去 你看 鲁迅愿意牺牲自己 来成就年轻人 那你可以看到 鲁迅在这部分怎么样 那是非常的接近 反传统 但是很有趣的 鲁迅在自己的私生活领域 他对婚姻的态度 又是很传统的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 母亲帮他找了一个邻村的女孩 朱安 也是裹小脚的 也没啥文化 鲁迅看了他第一眼就不喜欢 但是鲁迅是个大孝子 长方长孙 他就很无可奈何地说 这是母亲送我的礼物 我只能好好供养 至于爱情 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后来朱安 就活活守寡了四十多年 陪着鲁迅的母亲 活活守寡 到了抗战后期 这个朱安 也没人养了 活不下去了 鲁迅也过世了 这个朱安就想 把自己家里啊 鲁迅当时的一些长书呢 卖了 来变化这个现金啊 能够活下去 那好多人站出来说 鲁迅的书不能卖啊 这是鲁迅的遗物啊 朱安就很委屈地说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啊 谁能想到我啊 所以你看这个传统的婚姻 朱安是一个牺牲品 当然鲁迅也是一个牺牲品 但是后来我们都知道 鲁迅还是很幸运的 找到了自己的爱 那就是北师大的新女性徐广平 徐广平 你知道 在两个人的爱情当中 徐广平是主动的 先给鲁迅写信 但是鲁迅啊 给他回的第一封信 足足写了四页纸 两千多字 然后每天来来回回 五个星期以后啊 原来鲁迅写日记 今天谁来 今天和谁写信 五个星期以后就很神秘了 徐广平这个名字就不再出现了 他们已经爱上了 但是徐广平是一个新女性 继续主动 鲁迅的那个书已经是大名人了 犹犹豫豫豫 后来他们两个到杭州去旅游 然后鲁迅呢 特别找了一个男学生 对男学生说 满天 你去哪里 都OK 晚上你必须回来 你看 我订了一个三个人的房间 你就睡在中间这个座 因为他怕有闲话 直到最后 两个人最后移居上海 才最后同居 那么两个人走到一起以后啊 本来徐广平是一个新女性 那么像那些年轻朋友来 比如说东北的肖军啊 肖洪来 那徐广平和他们是同龄人啊 那很愿意一起谈谈是吧 那个时候鲁迅就不高兴了 他觉得徐广平的职责 就把儿子带好 鲁迅就让他 你要回厨房去 把儿子管好 所以你看啊 鲁迅身上 包括对待女性 又有很传统的东西 所以这里啊 我就想起来 美国有个研究 中国学者 一个权威学者 叫列文森 他在评论 那个鲁迅的老师 梁启超那代人的时候 他讲了句话 他说梁启超这代人啊 是理智上面向西方 情感上停留在传统 也就是说 老代代人 观念和人格是怎么样 是撕裂的 是二元的 那不仅是梁启超是这样 事实上 鲁迅也是这样 他们在观念上已经明白 传统已经过时了 我们要迎接新时代新观念 但是苦于自己啊 在传统里面 沉浸待久 跨不出这一步 所以我们有看到 鲁迅的内心里面 既有新和旧 也有西方和中国 还有现代传统 这两个因素啊 都在相互厮杀 构成了一个内心的二元世界 那么鲁迅是怎么获得一个积极人生的呢 那么我下一集啊 再给大家详细解说 鲁迅讲 我常常觉得黑暗和虚无是实有 是正式成出来的 但我偏要向这些绝望做抗战 叫做绝望的抗战 即使你找不到方向 看不到未来 你感觉到一切都不确定的时候 但是鲁迅 因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血性 这样一切都不确定 点击